我是盘手男友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一下如何选择抄底的位置 选择抄底的位置 我们就要选择抄跌 也就是说在抄跌情况下 往往才能展开比较大的反弹 抄跌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也就是说在情绪面的冰点 我们主要关注一个情绪面 往往在出现情绪面杀跌的时候 就是一个底部 就是说在下跌当中 比如说在这一轮的下跌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的时候是呈现了一个震荡 震荡之后 然后情绪面底部往往出现在一个 一个中阴或者是个长阴线的一个地步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他有想下跌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没有呈现一个下跌 在这里的话形成一个支针 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人买入 最终呈现一个上涨 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位置 超跌位置 呈现一个呈现一个情绪面的低点 往往在连续下跌之后 一般指数在连续下跌三天或者四天之后 这里就会有个情绪面的低点 往往在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 超底的一个机会 同样的如此 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一下下跌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同样也出现了个情绪面的低点 但是这里为什么没有上涨 就是因为在这里 震荡了之后 没有呈现一个大幅上涨 反而在一个下跌 所以说我们在超底当中 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超底 如果你买入的时候 三天或者五天之后 没有呈现上涨的话 大概率这里就不是一个低点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明显 在这位置明显这个位置 其实就不是一个低点 他因为他有整个有十几天的机会 都没有呈现一个有效的反弹 说明而且我们看到他情绪面的低点 也比较比较弱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下跌 只出现了一个长阴吞没 长阴吞没之后 然后形成了震荡 震荡之后再次寻找低点 那么这个时候大部分人 也就是说大部分散户投资者 在这个时候止损了 往往就是在我们止损的那最后一刻 指数呈现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在超底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看好的时候 往往情绪面的底部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位置 情绪面底部的时候就呈现一个上涨 这里我们看到呈现一个走势 也是属于一个早晨之星 而且这里量能温和放大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明显量能有放大 有三到四天的一个位置放大 所以我们看同样的 就在超底反弹当中 必须要有量能不断放大 因为在底部的时候量能不会很大 因为什么这个时候多空分级并不是很大 而且在底部的时候 是不是指数也处于低位 处于低位的话 那么它的成交量是不是就少一点 如果只有价格高的时候 往往高点位置的时候 价格高的时候才会呈现一个放量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因为它价格比较高 对吧 焦头比较活跃 所以高点位置的话量能比较放大 所以我们在超底的时候 也就是说等待量能逐步放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减仓的一些处理 那么逐步的做一些高抛低息 对不对 在这里做一个高抛 然后在低位做个低息 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抄底 也可以进行抄底 然后如果跌破了 比如说60均线 一旦支撑位跌破了之后 就进行一个减仓 这样做一个波段操作 像这里的话 同样如此 根据我们的操作就是三天 只要三天或者五天 没有有效反弹 那就离场 也就是说你抄的底 大概率不是底 也就是说如果你抄底的话 马上呈现一个上涨 放量之后 那么是不是就是一个高抛的一个机会 大家注意关注一下 这就是抄底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 后期的话我们会详细解说 我是盘首良勇 喜欢的